这是之前坏看的画面 系纸大同路一段五一五项进去 有一大片军方用地 因为不适合做军营就一直荒匪在这里 过去几年长期招人倾倒废土延伸许多问题 而要倾地上以及地底下埋的废弃物要4.5亿的情况下 也让原本打算盖社宅的规划胎死腹中 而再来到同一个地方只见场地已经做了初步整理 只是这块地这么荒废实在可惜 一直在推系纸棒球三极致的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就希望能够活化做大型的棒球场 那国军现在正在做地下的一个废弃物的清理 那我们未来希望说在这里成为一个系纸的一个棒球场 那目前在议会有提出这个需求 那获得市长的同意 那也积极的在办理相关的后续作业 那今天请教育局体育局城乡局过来 那就是想了解现况他们规划的程度到哪里 那我们初步有个套图 就是在我后方是一个比较属于正方形的一个区块 那如果用球场一个体育场的概念 它大概到300到400公尺的一个外环 所以这个明显的可以做成一个比较属于青少年的 就是少棒的一个规划 是不是能够将空间释出 新北市医员张景豪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浩天岭这块地本来是文高用地 但是早就没有盖学校的规划 所以地方希望短期内能够火化利用 这大片可以作为棒球场 而另一边还在清理地商务占用的 未来只是希望能够打造宠物公园 如果是作为球场以及公园 就不用再做地幕的变更 也希望将私人地也排除 让计划早日进行 就是因为这一块 我们这里后面是比较正型的 然后到这里应该可以弄成一个球场吧 这一块应该够啦 如果我们清少棒吧 它外野可能会很小喔 少棒可能OK 清少棒就有点没 少棒可以啦 对啊 我们这当练习场地就做 这样打过去应该也不会打到人 我们今天初步把一个套图先提出来以后 那因为有牵涉到私人土地 因为它做一个比较标准的球场 会牵涉到私人土地 那检导师在这边建议 我们新北市政府重新画一个图 排除私人土地 我们就现有的土地做 比较小规模的规划 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往前走 那预计两个礼拜后 我们会有看到一个初步的成果 就把现有的后方这一块 跟旁边这个区块 做一个比较适合的规划 那预计就是第一个球场 第二个公园 第三个多余的空间 做一个临时停车的用地 均用地活化利用两个礼拜的时间 请市府体育局先针对检疫球场 还有宠物奔跑区做规划设计 再做后续的推动 这场惠林喜致采访报道 不敏划设计